欧冠1-8决赛四回合 35岁的本泽马打进全场唯一进球 黄马在主场1-0击败利物浦 以总比分6-2晋级八强 比赛进行到第78分钟时 维尼修斯在倒地后把球折了出来 本泽马在门前包抄轻松推射空门得手 这一球帮助黄马在主场1-0击败利物浦 同时完成对利物浦的两回合双杀 在取得进球后 本泽马似乎出现轻微的受伤情况下 安切洛蒂也很果断地提前把他换下 在首回合作客安菲尔德面对利物浦时 本泽马贡献二摄一传 帮助黄马在0-2落后的情况下反胜5-2 如今回到伯纳乌 本泽马又为黄马打进全场唯一进球 把利物浦亲手送回家 本泽马是利物浦的绝对克星 他八次代表黄马出战对阵利物浦的欧冠比赛 他直接参与了八个进球 七球一助攻 帮助黄马取得了七身一平的不败战绩 包括两次在欧冠决赛击败利物浦夺冠 以及两次在淘汰赛阶段送利物浦回家 加上本赛季欧冠八分之一决赛 面对利物浦两回合打进的三例进球 本泽马最近八场欧冠淘汰赛的进球数 达到了惊人的13球 其中包括上个赛季面对大巴黎和切尔西的联场戴茂 而他职业生涯的欧冠淘汰赛阶段的总进球数也上升至33球 把试一封莱万多夫斯基甩在了身后 是仅次于C罗和梅西的存在 而对于黄马来说 这是他们队史第19次闯进欧冠八强 仅次于有过21次打进欧冠八强经历的败人 巴萨、马静和塞维利亚均在欧冠小组赛就已经出局 黄马成为细甲的独苗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